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翻译的是张春暮 后来改名张泰雷 做了暴罗廷的反应 他也是北大的学生 去过俄国 也是中共的委员 自16年广州共产党暴动时 在战争中被我们的炮箭轰毙 他们问我的意见如何 我当时很诧异 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不是他们还要发表宣言 要反对孙先生的吗 为何变得那样快 我不赞成这个议题 因为我有我的理由 第一 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主义究竟不同 今日即合 终久必分 与其将来分裂倒不如各行其事 只在党外合作 第二 我尤其坚持我的意见 我先问合并之后 共产党是不存在 他们说不解放 不解散 我说共产党既不解散 则是党员有了两个上级机构 我承认国民党是革命党 共产党也是革命党 如果两个上级机关有不同的命令时 党员服从了国民党即是对于共产党的叛党 党服从共产党则是对于国民党的叛党 两个党是革命党 叛党是反革命 叫党员何以致处 斯里弗烈虽然提出这个合并主张 却和我辩论很少 他是比较成早的 而且他还要去桂林见孙先生商议这个问题 在未有结果以前 他不大愿意发表意见 陈久明的部下叶菊 在攻广西时任了总指挥 适时也放弃了广西 把所有陈系军队都带回了广州 广州的城内城外都是陈家队伍 那时刑事真可说是剑拔弩张 陈久明的叛变只是指日监视了 忽然 陈政府又由户来月了 政府又找着陈久明的秘书 黄居树先生 说要往惠州和陈久明相悟 在船上 众府告诉我 陈久明不像下野样子 室内排满了军用地图 桌上也架满了军用电话 恐怕广东不免有事 我听了默然 论道理是应当连孙 论力量是应当连成 问我有什么意见 宗普先生到底是试探我的 还是真要问我主张 我至今不敢判断 但我震慑对政府说 我们暂时不说道理和力量 孙先生到底是一个中国人 陈久明纵然了不起 也只是一个广东人 何去何从 先生当 所知所辙 仲府先生听了我的话 默然一回 说起 我们看吧 自从这次他离开广东以后 一直到民国15年1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才又相见 不料 因从久明的叛变 影响到我和仲府的分裂 影响到群暴的分裂 在陈久明叛变之后 我只在报上得了一个消息 说上海孙先生已派了许多委员筹备 改组国民党 陈政府也是委员之一 其余都不知道了 岭南大学 马云标招待所 岭南大学1888年 南方广州创立的第一所基督教学校 中龙光先生是岭南大学历史上功勋标饼的教育家 中龙光先生是岭南大学历史上功勋标饼的教育家 马云标招待所 先师公司创始人马云标捐助 陈久明 炮轰 观音山总统府 孙文连夜携宋庆龄 找到中龙光校长 避难 岭南大学 马云标招待所 这所建筑至今还留着当时陈军炮轰和枪击的一些弹痕遗迹 四年以前在广州与中大一位朋友有幸现场成观 陈久明的所谓叛变 反对孙文的北伐大一统 这一个行为举止 直接促成了孙中山下定决心 国共两党所谓第一次的大合作 其实也就是一次测头测尾的大合并 孙文 无论国民党 共产党 皆认其为 国府 今年的三月份 以摩尔文的宝宝去到了澳洲维多利亚金矿 大金山金龙博物馆看到了这尊孙文的蜡像 可能早期的华工陶金工人陶金客金山博给予孙文太多的捐助 而应该得不到相应的或者任何的回报 甚至于很多的子弟也为着跟随革命而流血甚至于牺牲 这幅蜡像照或许可以引起大家很多共同的思考 于是我后船出国 恰在这时 张泰雷写了上海中共之命 并携了仲府先生首书来跃见我 希望我立即离跃往上海 因为上海盛传 我有帮助陈九明的嫌疑 我看见仲府的信 真是小说所说的三师报神报七窍阉声 问张泰雷是根据了什么证据 他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那样说 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过 我说许多国民党员到底是什么人也要指出 至于那张香港是城报 我也见过 我没有做过陈九明的官 没有拿过陈九明的钱 并且也没有见过陈九明 陈九明是红是黑的 我都不清楚 张泰雷又劝我 要留学何必去美国 何不去莫斯科 我的肝火已冻了 我为什么要到美国的理由 也不故 也不愿再生说 只说我连城不连城 陈仲府应该知道 刚去上海的谭平山也应该知道 何以两人 指而不言 他们不止 够不上做朋友 而且更够不上做人 至于我要到美国 也早在仲府在月的时候决定 何以赞成于钱而阻挠于动身的请客 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我一口拒绝了张泰雷 只托他带一封信给仲府 这封信长字千余言 现在也忘记了 问他还记不记得 他问我 连孙或连城 问他还记不记得 我的答复 末后 父带骂平山 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 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楚 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 我对我最知道 他对我最知道的最清楚 上海这样无稽之言 为什么莫无异语 人之相知 贵相知心 是这种卖友之人 连做寻常的朋友都不配 谎能论呼共同奋斗 艰苦奋斗 我声明 至今以后 独立行动 绝不受党的约束了 我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了 数日 我们在一个木楼上开会 我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广东 广州共产党 声明既日起不再负责 那时会场起了很大的惊动 谭志堂 刘尔松发言最多 全体主张 广东共产党独立 我质问 不愿意再和共产党一起 对于独立与否 我不占一词 只是声明脱离一切 对共党关系决心出国 幕后 谭志堂 因为帮我的关系 竟被他们开除党籍 两年之后才复加入 而刘尔松也受了严重警告 其余党员处分有差 这些事都是我到了美国或在回国之后才知道的 这资料先生倒不提出我回阅问题 只是询问我国共合作意见 询问成功夺国共合作的意见 我告诉他 我和施里福烈和张富泉谈话经过 他承认了一下说 我们不妨和岳飞谈谈 那时我才知道 苏俄助代表岳飞也来了热海 晚上三个人见了面 岳飞告诉我 苏联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而且岳飞更郑重地说 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我问岳飞 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 岳飞只是摇头不答 我问岳飞 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 岳飞倒很老实 说还是一个疑问 廖先生很滑稽地笑着说 龚伯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要做革命党 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 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 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 不必再讨论了 廖先生这句话到时我非常感动 不过我撇开国共的问题不谈 我表示我只能做一个党的党员 不能做两个党的党员 因为我的性格既然不爱骗人 也不爱骗自己 开船的第二日 在船上还接廖先生一个电报 希望我敢述归国 但是我既然决心求学 又焉好半途而废呢? 不幸的是 一门心思 实业救国的成功博 最终难以逃脱政治的漩涡 这张1927年3月份武汉 国共合作高潮 国共分流之前 国民党 清党之前的照片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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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